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我们这是第一节课,第一讲,计算机的基础 那么这节课的目标,熟悉计算机的各种部件 会排除简单的故障,理解这些硬件,然后呢,会组装 那好吧,这是我们计算机的发展时代 说实话,这些东西我们有一个了解就行 也不需要你们背下来,好吧 而且不同的资料和不同的梳理,关于它的分类和化带 其实有些不是完全一致的,OK 所以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就够了,好吧 这个我也不念了,没什么说的,各位 其实说,1996年,计算机出现,其实已经不算 这个时间可能它靠的是这个电速管的计算机的时间 其实很早以前就有类似的这样的东西了 比如说,在原先的时候,很早的时候 中国人就有,好像说一两千年 就用这个,这个竖筹的方式来做零一,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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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是说的零一零一,很多类似的这样的东西也有 但是,那些都不算是不算机 我们还是认为这个不说 可能网络发展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要稍微说一下,没啥说的 那计算机组成没什么说的 我们这些常见的基本零件要知道它的作用 好吧 好了 这个 OK 现在我们的电脑可能都已经 看起来外观是不是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 但是 基本的东西是不是还是一样的 啊 问题是什么 我们的 现在的平板电脑 哇塞,我怎么看啊 我们现在的平板电脑 是不是没有这样的东西了 啊 输入上面是没有啊 哎 说明是要使用触摸屏来做一个输入 还有好处吗 有吧 好处 方便啊 不需要携带过多的外设 是吗 便携更好拿 对吧 有坏处吧 有吧 我说过了 平板要把这东西的这个 东西的这个这个 这个平静或者说 比较好的新的地方在哪 是不是就在办公啊 啊 这个办公什么用起来很不方便 啊 现在呢 呃 因为这个平板电脑的办公 是从它出现出来到现在都没有解决 所以 有些人想要拿平板电脑办公 那怎么办 又恢复了这种传统的这种键盘 他又买了那种蓝牙键盘 然后呢 上面有个槽 就把平板电脑插在上面 然后拿那个再去操作 所以说明这个键盘的这个东西 从计算机器开始就出现的东西 可能 怎么说呢 最起码目前 我们没有办法突破它 我们现在可能不管是思维固化 还是我们本能开发的这个情况 还是等等什么情况 最起码我们目前是不是还必须使用键盘 这种键盘的东西 我多说一句 这个家伙 惠普 现在 他收购的原先的抗摆 现在可能变得更大 然后呢 其实现在这东西 早了我已经 不许 怎么说呢 比现在的品牌是有多了多 像这个家伙 现在其实 基本上是不是就 快消失一级的东西 你知道吗 反而是什么 像什么神州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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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是 但是联想我不说 各位 目前全球最大的电脑 平台上 就是各种电脑 在这种训练上 像阿联悟 可能在最后最后 因为 阿联悟是把他自己的笔记本里面 我还卖给了联想 对吧 各位 联想在国外的知名度上 还是很高的 但是 我说实话 联想的做工 最起码在国内的做工 跟几年前的联想 不是一个问题了 已经不是了 但是 我告诉你 人家想在国外卖的东西 跟国内的一些 不是同样的东西 这个就很恶心了 这个就很恶心了 他也说 他应该是国内企业 没错吧 国内的做工 是你卖像日本一样 像韩国人的强化 最好的东西是卖给中国 卖给自己的 这咱俩以为 反而是很恶心 为什么 他不是说他不想 关键是什么 标准 中国的准度标准非常低 那既然我做的 就是我能省钱 我一猜在那儿 能省几百块钱 一千块钱 就能达到标的 谁不谁 这跟其实商业企业没关系 关键的还是什么 制度落后的 OK 能听懂啊 原来是反正造成的后果就是 反正我们花的钱比较多 但是用的东西 都一定是比较好 是吧 这事怎么解决 两个解决方法 要不然你移民 要不然你海淘 其他的都是瞎说 开玩笑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基础的 是为了给真正的基础的学员 给你们看一下 对吧 那我们都不说了 这是机箱和电源 OK 然后呢 电源指示灯就是这个插线 OK 这个我不知道你们会插吗 反正我不太会插 我看不见 那个字太小了 眼神不太好 但是 我说啊 这个东西虽然说是一般都是通用的 但是不同的主板上 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OK 所以他的这个真正的插法 你要看他的主板说明书 说明书呢 一般都有 等等啊 那我不详细说 他随着我来到吧 让你的机箱上的开关呀 电源指示灯正常的 明白 包括USB线 但是 说实话 哎 我们现在第一 你基本上不用再去买菜式机 很少有菜式机了 对吧 基本上都是一基本的 那基本上 在出厂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能做好 第二 如果你买服务器 绝大多数服务器也不需要靠这样的东西 来做这种电源控制 它也是出厂的时候就做好了 明白 但是 我说 你们可能绝大多数是没见过服务器 但是 我说 最起码我们在很多年前 我们在当时买服务器的时候 我们买了一个杜粉式 我们当时的那个三四千台服务器 我们当时买得很平均 对啥 当时跟那个浪潮 然后跟联想 跟那个戴尔都做了接触 问他们和服务器买多少钱 人家一听要买三千台 就超大客户 然后肯派的人是就 就赖到 公司就不走啊 你知道吗 然后今天就 我们吃了饭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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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s no 在这边的国产品牌 我们是不是都做了一次测试 那么各位 拆开之后有一些差别 有 做工最好的家伙是 联想 各位 联想在当时的时候 在2004年 05年的时候 他基本上最早可以做到模块画 什么叫模块画 你们打开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服务器就是模块画 啥意思 打开之后经常看不到外接线 OK 所有的东西 比如说散热系统 它是一整个散热风道 一个把风扇吹 这边还做不到 然后呢 几个卡子啪啪一掰开 整个风扇的风道会拿下来 有这样的分道 一个模块就去做 然后呢 主板这个套在这 主板上的CPU是做在上面 同样的也不是用螺丝刀 几个卡子啪啪一掰开 整个主板都拿下来 然后被什么字被砍啊 等等等等这些硬盘啊 全部都是这样 那 维修 实用 然后呢 都非常方便 而且看起来简洁 而且明显的感觉是有设计的 确实很好 当时联想的时候确实就已经很好 但是联想的最贵 OK 那接下来呢 戴尔人和这个浪潮呢呢 做工差不多 价钱差不多 但是呢 做工有明显的确实 戴尔呢 基本上就是为模块化的 也就是说 绝大多数的配件都可以通过卡子来掰下来 但是有一部分的东西 还是通过了事的那个数据连接线 数据连接线呢 必须有 但是联想的里面是啥 他从这连到这儿 比较更长 他就更长 基本上就没有多余的 导致插完之后呢 是不是不占最任何多余空间 用起来很方便 但是戴尔人就相对来说差一些 有些东西做工感觉还不好 最烂的是谁 浪潮 浪潮了打开之后呢 第一眼看完之后 感觉就是我们普通的开示机 就跟这个家伙的一样 就跟当时打开之后 就这种感觉 就这样 诶 这块看到这儿吗 诶 诶 我从前 诶 我看一下 怎么放大来的 怎么移的 得 放大 我再试一下 啊 这儿 各位 看这儿 诶 这块是你们据的这个 竖的那个 掌板 它的用途是什么 把它拆下来 你的所有的板卡 是不是都去这样的街道主板 然后从这块这个地方弄出来 能听到的说什么 然后入来接线 比如说 我的升卡 浪卡 显卡都是在这儿 能听到吗 但是 各位 对不对 这种做工就是相对来说 比较粗糙的东西 啊 因为它是不是没有固化在你的服务器上 二 也说服务器 你是不是在出厂的时候就设计好的板卡 从那里出 只要在服务器上直接打一打 是不出来的 你不懂 但是 浪卡呢 打开就会发现 各位 它的服务器 我们买的目前主流的都是EU EU 听过吗 EU 是 厚度 一个U是4.4厘米多厚 回头 看 墙上的交换机 包括我们买的服务器 都是标准厚度 我们最后的说什么 都是EU 那 为什么按EU来区分 我们就说些 因为你要从机房里的机柜去EU的时候 是按照它的厚度来做的 一个标准机柜 不知道流传令人下去看了 看了吗 二标准机柜 OK 两米的机柜是44个EU 44EU 那也就是说 你中EU就是EU的价钱 明白吗 所以 绝大多数的服务器 实际上放在 就扭到那个机柜上了 能听到 它是配套有螺丝 有导柜的 OK 扭上去之后 便给你搞出来 明白 那这个时候 它生产的厚度 都跟那个机柜是一致的 明白吗 所以啊 最普通的服务器 都是EU的 但是 这哥们儿 这个蓝袍服务器 大家会发现 它后面 在服务器的后面 一路有这种小装板 只是比台时间短一点 就才EU的以后 用谁把谁拆掉 然后就跟台时机完全一样 然后呢 里面也是线 就跟这个一样 到处跑的都是 插头也都有 你弄不完的就拿这个 炸弹一炸 就放到旁边 哇塞 所以当时第一感觉是 这根本不是服务器 买了台时机 OK 但是 在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 有发现 人家那个家伙看起来糙 价格便宜是吧 但是 基本上不出问题 哎 基本上都挺好 用了这么多年 最起码我再在那些年 基本上就出问题 好 谁出问题 出问题的家伙 基本上都是戴尔 联想的没得说 最起码在当年的联想 确实很好 就是贵 真的贵 他一台服务器就比 同样配置的 戴尔和浪潮 贵四五千块钱 但是做工确实好 那 比如说 一天联想可能就卖到 一万二六七 然后一台戴尔可能才一万一 一万二差不多就贵了 但是呢 戴尔呢我就跟你说 我实用不会有多东西 看起来还错过 但是 我们曾经有正常重启 各位 指的不是强制断片 用硬裂就正常重启 啥个辣 想到的 啥个辣正常重启 好 重启完之后 直接把硬盘就烧掉了 直接硬盘就掉了 而且还不是五发状态 我们基本上 就这样烧了三块 三块这样的硬盘 就正常 就正常重启 就烧了 把那盘清过去 所以 存在以后 我对戴尔的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 这个机器的这个 这个 这个印象就变得特别差 现在什么戴尔 口罪开得错 又出了些什么 高端的本 什么什么 未来连安国 外星人之类的 是吧 但是反正我是不感冒 我宁愿去买神舟 我也不会去买戴尔 那 当然这是个人的一个 怎么说呢 很奇怪啊 好吧 我们 这个封信我们都看到了 对吧 拆拆之后 咱们这个是戴尔的 我们基本上是做一些 什么泡泡的 对吧 挺好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 都不说了 这个是主板 我不知道我们分的清吗 现在的主板 其实跟它基本一致 只是 我们的 这个 这块其实就是块新的 CPU的插槽 没错吧 各位 CPU的这种 接口 其实现在分的 还是挺多的 但是呢 我们说 现在基本上都是这种 平插的 CPU 主板 CPU 这样插 那原先呢 咱老师的时候 就这样竖插 这种竖插的叫做 磁道上的接口 那现在平插呢 我们一般都冲到 骚水的接口 OK 那现在全都是平插的 因为它的针角很多 它说是数据很快 然后呢 散热的小耗能多少 等等等等 好吧 然后呢 这块有的导杆把它拉开 才能插入 OK 内存 有问题吧 小心啊 这两边不是一样长的 啊 中间是不是有个鸽蛋 不是一样长的 为啥 为啥要这样 它还有差小的 只有一个人 为了不让你插反 能听吗 插反了之后是不是有问题 但是我要说 真的都插不反了 各位 如果你反过来插一芒里塞 有可能是能塞进去 因为主板可能会软一点 OK 你的那个东西有点软 插反了之后 只有一个骨 靠 会烧掉 一定会烧掉那一圈 如果运气好可以 主板不会烧掉 如果运气不好 一块都烧掉 你们听到吗 为啥我知道 我烧过了 我跟你说 那机箱 那个 台式机箱是很厚 光纤的不好 我眼神不好 真不好 我看不清 你知道吗 我就往里抖 我想那法子是比明确的 哎呀 抖进去了 咔咔 两个卡子一眼 嗯 然后一姐姐 然后后一眼 发现插反了 所以不能一往里嘴 听到了 找个光线好的地方 实在不行 你别动 我反动 我现在才不动 我看不清 这么厚的一个机箱也打 周围根本看不得了 眼神不太好 好了 终于我再插反了 知道吗 北桥芯片 南桥芯片 这个我们 北桥主要是用来控制CPU 和主板的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内存的 连接的 这些东西都连接到北桥 它的数据做不通 OK 那南桥呢 主要是用来底层的各种接口 然后跟它连接 之后它们之间互相通讯 OK 在我们当时学计算机的时候 其实还要学习北桥和南桥的情报区分 北桥和南桥之间的速率差别等等 您用来判断计算机的动力 OK 现在其实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 我们说 各位 主板现在不会是我们电脑的平静 我一直在说什么是平静 什么才是电脑的平静 啊 说过了 你反过再说 是吧 我说完之后你就还给我 可不行啊 这不行啊 我说的是谁 硬盘啊 各位 硬盘啊 硬盘啊 硬盘是不是现在是我们的这个 绝对的这个最坏能力 听懂了 所以现在基本上 不再有人去关心南桥之间的速度 因为它远大于硬盘的速度 OK 因为硬盘速度现在是最难的 听懂啊 好 所以我也不需要你们再去详细了解 南北桥之间的区分 等等等等 都会知道有个东西就可以了 好吧 然后呢 这是批下一槽 这种槽 目前来说基本淘汰 基本淘汰 现在插在这个槽上的只有 要不然是升卡 要不然是网卡 因为它的接口速度较慢 只有对我们呢 怎么说呢 就是传输速度要求不高的网卡 比如说像升卡 才有可能会接待的 但是你们还买过升卡吗 升卡是啥 已经成了吧 所以这个东西现在基本难道 淘汰了 没有用啊 OK 现在最主要用的就是这个东西 PCI-1 各位 这是目前我们已知的 家用电脑当中 相对速度较快的接口速度 所以导致它现在主要用来接什么 先想想啊 那升卡因为它的速度较快 但是我们一直说 硬盘现在是速度 跟整体的CPU内存速度是相差销吧 解决方法 第一 固产硬盘 固产硬盘因为它是内存芯片 只要内存芯片生产的足够好 理论上来说 速度是不是可以有无限提升 跟内存最起码没问题 对吧 第二个接口 对不对 我们现在用的还都是什么 撒撒吧 创伐如何吧 但是我说创伐是现在 也就是理论五百兆遍 所以啊 有一些好的主板上 会有双PCI-1的插槽 用来干嘛 一个用来插 显卡 另外一个用来插 接硬盘的 能听懂吗 那接了这个东西之后 我的硬盘速度 就是现在我们计划 我们现在这个 顶级的 这个苹果电脑 苹果电脑它是野生 就是基点 只要是用 爱奇以上的CPU的 它默认的都是用PCI插槽 所以你们会发现 如果你们用苹果电脑 拿硬盘去考数据 每个硬盘的这种 写入速度能够达到 能够达到 这一笔 一千兆 一定要多 各位 这事非常了不起 但是说明什么 价格是不是也贵啊 我一直说 我原先觉得苹果电脑 是最不好处的 因为同样的配置 它比别的电脑贵得多 后来我说 我们有同事买过这东西 然后呢 出了问题之后 去维修的时候才发现 它 所有的东西拆开之后 都用得更普通的一家老公的 价格 还真是 可能就真值得的钱 你有明白我说的吗 当然我说 并没有说的 让你们去买苹果电脑 你们用过IOS系统吗 我不知道你们用过 手机上面是吧 那个笔记本上 我告诉你 你要是普通 做的娱乐之类的 还行 但是你要做的办公 你要做的工作 弄死 那上面的东西 绝大多数的东西 你们都会用 而且还会牵扯到 用鞋筋筋筋筋 来完成一些工作 那这种土工用户来讲 是绝不可能的 所以 所以 装的量一样 用两个东西 它是用虫头去接着 OK 里边的东西是鸡脚都 就是深入的东西都操作 那也都 用什么系统都一样 OK 包括我们手流外 也是用平凡肋膀 都一样 好 好 简单了解一下主管的这东西 能看得到是什么 好吧 有没有问题 这块不错了吧 没错 各位 这种接口 我们叫做病口 病发的病 我们其实原先把这种抗口 叫做串口 但是现在我们硬盘的SATA口 也称作串口 所以也可能会说是病口设备 您记得指的世界主体 它是目前如果还存在 主要就是用在团队上 但是现在绝大多数把语集都是什么 腰口吧 或者是直接插到现在 OK